2011年 中共军队在香港大茂山顶 兴建了一座球形建筑 外界一直以为这是用来侦查香港上空的雷达站 不过日前却被外国杂志踢爆 原来是监控港人的情报侦搜站 事凡通过无线电传输的各种讯号 都可能遭到监听和记录 最新一期加拿大军事杂志 《汉河防务》评论报道称 中共军队的监听站位于香港大茂山顶 海拔950公尺 外观像普通的导航或气象雷达站 但经讯号情报专家前往现场观察 发现巨球形天线整流罩的直径 长达15.63公尺 远远超过一般雷达站所需 报道说 这个监听站可能针对香港民众的手机 Wi-Fi 电子邮件 无线电电话 电传等通讯系统进行截获监听 整个监听设施相当庞大 凡是通过无线电传输的各种通讯信号 都可能被监听记录 他要比较直接的或者说密切的掌握 香港人的这个想法 一些动态 其中的这个手机监测 应该是个很重要的方面 那么总的来说 对香港这个地方不放心 但是他又不能够搞一些太明显的 干预香港人的一场生活 或者是香港的法治啊 自由啊 这些方面的事务呢 他们也不能做得太露骨 要是在山顶来搞这样的一些装置的话呢 相对来说一般人就不会注意或者发觉不到 那么他们就可以为首预为了 报道还指出 整流罩内的天线涵盖了整个香港 重点应该是用来监听香港民主派人士 以及外国使领馆的电话 手机电传讯号 中共在目前这样一个民主潮流 把他越来越孤立的一个情况下 中共肯定是要加强他的这个统治地位 他自己本身知道中共并没有合法性 所以他呢 把所有的这个民主国家的人们都变成他的敌人 他在惶惶不可终于当中的去执政 他一定是要知道人们想的是什么 人们如何去推翻他 包括钳制人们的言论 引导人民的思想 然后制定出洗脑的方案 汉河防务评论创办人平可夫表示 这是典型的解放军总参谋部 技术侦察部建设的讯号情报监听天线 整流罩的基本结构 与总参三部在新疆喀什 西藏中印边界设立的监听站类似 平可夫强调 这根本不是什么雷达站 因为雷达站的天线越高越好 俯仰角的涵盖范围也应该是空旷的 但香港这个天线整流罩的位置低矮 这样的设计 对接收无线电讯号的目标而言 足以胜任 报导指出 监听站也可能监听 香港政界人物的电话通讯 香港政府不可能知道 这是什么样的基地 他不一定要通知香港政府了 因为这样的事情 知道的人有多吗 对他好像没有好处 何况他根本没有把香港政府看出是一个值得信赖 依靠的角色 而且香港政界里面有些高层人士的这个手机 他们也会监听 当然他不希望让香港特区政府知道这个情况 那有可能香港政府并不知道 因为中共虽然一手扶植了香港政府 但是中共对香港政府是从来不放心的 因为这个扶植的人和中共自己的人 这是在中共这个内部的意识形态里面 他们有本质的区别的 说白了香港这些人 还并没有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 不能进入到中共的一个体 真正的核心内部 平可夫17号还向香港苹果日报透露 台湾民众的通讯也在中共的掌控之中 汉河防务评论明年2月号会有完整的报道 据了解 苹果日报7月曾报道 驻港中共军队3年前在大茂山顶 获得港府批地10万尺 秘密兴建军用雷达设施和军营 有军人长期驻守 却从没有对外公布 据香港信报报道 港府月前书面回复质询时 拒绝评论大茂山军事用途详情 只表示驻港军队一直在香港履行防务职责 防务活动的具体资料属军事机密不便公开